小心火烛,新北市三重区自强路壁华国中,新天下午4时27分,校内一间教室窗帘突然起火,学校驻未警发现,赶紧报警处理,警销货报立即派员赶抵现场,但校方已自行扑灭,新残火处理教室紧烧毁一瓶,由于事发时学生都已下课离开,火室并未燃烧未造成其他人员受伤,至于教室窗帘为何无故起火燃烧, 六代火调人员调查后厘清,突发中心曾博凯,新北报道看了这则新闻的人,也看了,酒驾南连状18车翻覆酒册值0.75呛拍什么,脸书呛当正洁第二高中同学急报案逃警,透过母亲联系却关机基隆民宅活警母昏迷,此呛商呛当好评友宜会员快注册免收费,不注册会后悔,快点我注册https冒号双斜-tw6, www.adai.ly-ml924upcsu关键字国中窗帘三重下载台湾苹果日报APP有话要说投稿及时论坛 字幕广告 字幕杨500.com